在佛教里,对于人死后会去哪儿,有这样一段描述 说人去世后就会经历轮回 而轮回的前提是要喝孟婆汤,放掉前世的一切记忆 然后再重新投胎,回到人间开始生活 一位美国著名博士,共调查了世界各地大约2300起类似转世投胎事件 并确认了其中300起事件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根据博士的研究表明,小孩子在2到5岁的时候 会在自言自语时谈及关于自己的前世的情况 接着在5到8岁期间渐渐将其遗忘 据说,其内容包括前世的死状,熟悉的人或事物 以及死后转生的情况和见闻等 另外,孩子们对自己前世家族的族人抱有特殊的亲切感 会对类似自己前世死亡的情景感到害怕 与自己前世有着相似的爱好和实性 并喜欢参与到与前世相关联的娱乐活动中 据说,有些孩子甚至会说出快带我到真正的亲人身边去的话语 有这样一个例子 2003年,泰国诞生一个神奇的男婴 他一出生便会开口说话 而说的内容更是让他父母吓了一大跳 他跟自己的父母聊到他在巴拉时生活的日子 而巴拉距离他们所在的地方非常非常远 巴拉是苏格兰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 在往后三年里,麦卡利不断讲述他在巴拉的日子 在这之前,男孩的父母也并没有带他去过这里 之后父母带男孩前往,发现真的有一个屋子 就连有一条小狗,还有小狗的颜色,他都回答得一清二楚 一般来说,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 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随着人渐渐地长大,经历得多了,才逐渐有了记忆 可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很多东西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却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就比如,海南有一个再生人 他三岁恢复了前世记忆,六岁找回了上辈子的家 这个再生人名叫唐江山,他出生于1976年 是海南省东方世人 他家境普通,父母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为了养活这些孩子,父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家里依然很穷,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唐江山从小就与众不同 他刚生下来时,整个都被胎膜包着 这个很罕见,差点窒息而死 所幸,后来父母用土方法,这才救活了他 起初,父母不觉得唐江山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最多就是说话比其他孩子早 表现得也更加聪明 直到他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一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 唐江山突然告诉父母 自己原本叫陈明道,家住淡州市 离当地有一百多公里 那里有自己的亲生父母 父母听到唐江山这样说 起初不相信,以为孩子在恶作剧 为此还骂了他一顿 不过自此以后,唐江山常常会自说自话 说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说出的事情更加离谱 比如,他说自己是在文革时期被人乱棍打死的 还说出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具体地址 甚至唐江山还说着一口地道的淡州方言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年 到了后来,父母听得多了 也渐渐开始相信了 毕竟当时的唐江山只有六岁 不可能编出如此完整的一个故事 为了弄清楚唐江山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父母决定带着他去淡州市看一看 是否和他说的情况一样 如果不是真的 那就说明唐江山精神出了问题 那要及早就医才行 就这样,父母带着唐江山来到了淡州市 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在此之前,唐江山从来没有去过淡州 但他对这里似乎非常熟悉 竟然很快就带着父母来到了一个叫黄玉村的地方 还熟练地敲开了一家人的门 父母一问才知道 这个就是陈明道的家 这时,陈明道的家人走了出来 询问他们什么事情 于是唐江山便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给他们 当他用淡州话喊爹的时候 对方还疑惑不已 自己的儿子不是已经不在世了吗 这是哪来的儿子 唐江山就跟他解释 自己就是他儿子陈明道 如今是脱生转世到东方村 这一番话,让陈父惊愕不已 简直不能相信 是的,但凡是个正常人 一开始都不会听信此番解释 尤其那时唐江山才六岁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胡话 唐江山走在这屋子里 对自己前世玩过的物件如数家珍 以及自己先前睡哪里 在这里发生过哪些事 还有姐姐妹妹们成长过程中的记忆犹新的事 他都一一讲得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 陈父才真的相信 眼前这个小儿真的是陈明道 也是自己的儿子呀 父子俩抱头痛哭 惹得一旁的唐父也跟着哭起来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好奇 唐江山的前世陈明道是怎么死的 事情是这样的 那会儿,在农村两个村之间 因为土地问题经常会有矛盾 当时,陈明道所在村的村民 与隔壁村村民就土地问题发生纠纷 在争执过程中 双方动起了手 接着,事情越闹越大 开始直屑动武了 都恨对方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导致的伤人事件层出不穷 两个村子的人 互视对方是眼中钉,肉中刺 只要逮住机会就往死里挣 当年的陈道明 就是在一次外出买柴油时 选择走小路 而被邻村的人袭击 当时就被打死了六个 陈明道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1967年 距离唐江山出生 整整有九年的时光 距离唐江山去看望陈父 有十五年了 对他来讲 已经经历了一个生死的轮回 这件事也很快在当地传了开来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多媒体都分踏而来 想要了解事情的经过 一时间 人人都知道了 唐江山是再生人 不过 到底唐江山是不是真的再生人呢 其实很多人都持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 唐江山是真的再生人 否则一个六岁的小孩 怎么可能了解那么多关于陈明道的故事 即便是编故事 也不可能变得那么真实完整吧 所以很大可能是真的 不过 其实类似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像此前 宾州市就有一个农村妇女 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此外 世界各地都有过这样的事例 所以 我们不能否认 也许再生人真的存在 只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 唐江山是不是再生人 还是个未解之谜 如今 唐江山依旧住在东方市 但他偶尔也会回淡州 去看望前世的家人 大家对他都很友好 不管他是不是陈明道转世 陈家人都愿意把他当成亲人看待 而唐江山也真心对待陈家人 这就足够了 从轮回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否记得前世 因果定律的存在 转生都存在 这次生命的结束 其实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始 就像一段段的旅程 旅行中 我们不断换着身体 换着地方 身在某一段旅程中时 没有了前面的记忆罢了 也正因不记得了 人们就总以为 人生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只有这么长 恐惧于死亡 无法控制住 活着时的欲望 人生在世 不断争强 所以才在不断地 重阴 结果 不断轮回 不止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 伴您永远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